那他們都已經過世了 那個接通電話的那個聲音是哪裡來的? 怎麼弄到的? Hi 今天又是我們的日常時間 各位日常暖男們 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五 我一早就參加了一個創業家白修會 收過也是非常非常多 大家都非常優秀 接下來我又去弄頭髮 但我這次沒有大染 我只在染髮根 我長出來的黑髮跟白髮太多了 如果知道的人就知道 我在PLUS大概快要三年的時間 從我是完全不是Youtuber到 我們變很熟 他們知道我變Youtuber之後還會找我合作 他們好像有出一些促銷活動 所以我覺得可以做一些結合 比如說我幫你們再去多證取一些折扣 應該會是 我們今天初步的討論 應該會是用這個QR Code 我把它放在這邊好 去預約他任何家店 你結帳出是這個code就可以打88折 然後就任何小費都可以 但是只限第一次消費的人 你做一次大改造的時候來做我覺得很划算 或者是如果你沒有 如果你已經來過 你有記錄 但是你還是想用這個包包子的話 你可以用家人的名字啊 就是用別人的名字 因為他有這些命名字 我都會這樣 對 我放在這邊 那這個code 你們可以先拍下來 或者截圖也可以 原則上 像這種相關的優惠啊團購 我就會放在FB的社團 就在這 給大家參考 不定期的發一些我自己開的團購 我自己的優惠 那今天的影片重點是要跟大家分享那個 我上一支大企劃那個聲音哪裡來的 但這次是很想跟大家update一下我之前在做什麼 結束完弄頭髮之後我去照了一個光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樓下一個診所 是我從小到他的家庭醫生 他就說他有秘密武器 我不知道對有沒有對外 搞不好應該也可以 把他就是用照了一個光 可以讓我的肌肉放鬆 我現在就照完真的也比較鬆 因為我真的是太緊繃了 那我今天行程我就會 我每天會把他寫在這張紙上 一個to do list 我剛剛寫完 覺得好像可以有一個 零碎時可以拍一小的日常片段 那其中一項呢是 公關瓶 那我昨天已經把公關瓶都打開來這裡好 只是我還沒有拍攝 因為說實在的我不喜歡公關瓶洗瓣洗瓣洗瓣 但是真的很由衷感謝他們 跟小上司的試用過後 非常豐富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耶 這邊還有一點 像這種文案我都會收起來新聞稿 但是 我不知道耶 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公關瓶 你覺得我要怎麼 分享給大家 因為如果一個一個都試用結束 可能他們的宣傳檔期都過了 但我又不想用動態 還是拍這邊的影片 你們很歡迎留言跟我講好不好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好 由肖開老師他出的一個 好像是一個很奮事技術的負能量的書 因為我看過裡面他的文宅 我還沒拆開這本 然後這是L'Oreal的卸妝 你看我都把文案就是新聞稿整理好 像這一箱是我要整理自己整理出來的二手印 我放在這裡面 這個是花王的 他應該是熱眼膜 衣服啊洗髮精啊 喔就是 菇娃娃給我的餅乾 你看 我到現在還沒 完全沒拆 還沒吃 這是Benefit的 這是B.O.L.A的 這是L'Oreal 對 可是你看就這麼多 歡迎告訴我該怎麼辦 好今天這支影片的重點就是 相信大家應該都看過我主頻道的大企劃 如果沒有看過 現在給你們三秒鐘去放在稍後觀看 我會把連結放在這邊 或者是等一下的資訊欄 那這支影片主要就是 真心小難事系列獨立出來的特別企劃 這支影片的標題是 你為什麼把它帶走 我電話給天堂的爸爸媽媽 就是這一支 那我點進來給大家看 我真的很想你 然後 給大家看一點片段 然後我 我要跟你說就是我們現在 家人都 過了 其實這三位來賓都是我的朋友 因為我都知道他們家裡的狀況 才 才可以 去 就是 詢問到說可不可以願意上這個節目 因為 這個主題比較敏感 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 這種 撥開自己的 傷痛 也是因為是朋友所以比較好去溝通 那最多最多人的疑問是 他們 通通通電話 對方 有爸爸媽媽 跟爺爺嘛 那他們已經過世了 那個 接通電話的那個聲音 是哪裡來的 怎麼弄到的 這邊我就想要好小小的分享 我想到這個 企劃最主要的主軸跟框架 是想要警醒大家說要珍惜 把握檔下 把握身邊的人 找人找完之後 我就開始想問 影片裡面要問問題 怎麼樣帶出這樣的狀態 其實打電話的部分 是 開拍前三天吧 我才覺得 好像可以營造一個氛圍 讓他們真的在跟他們講話 真的在 像是他們在眼前一樣 我想到最直覺最簡單的就是 就是問他們一些基本的問題 譬如說 你們怎麼互相叫對方 你們怎麼叫他 他講話的方式跟風格 是怎麼樣 我不會讓他們知道 我有講的話這一部分 其實我就問很簡單 你想要訴訟的人是誰 你們怎麼互相叫對方 什麼時候離開的 就這樣 我只問了三個很簡單的問題 最後我要去揣上 他們怎麼樣叫對方 我就請我身邊的資源 去錄一段語音 像這個亮影啊 這個阿公 是我剛好 因為跟這個攝影棚的老闆很熟很熟 他就是一個比較阿伯級的長輩 然後我就說 我們剛好在拍這個企畫 可不可以就直接錄音 他覺得也很願意 也錄了好幾次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 也很意外的讓他覺得 天啊 怎麼可以找到這麼像聲音的人 所以他也是 馬上可以進入到那個情緒 另外一個想要分享的是 育佳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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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佳這一個呢 其實這個聲音是我媽本人 育佳跟我比較奇妙的是 我們兩個從小也是一起長大 他媽媽跟我爸媽都很熟 我覺得最適合就是 請我媽錄像他媽媽的聲音 但其實我媽也錄很多次 畢竟聲音就是不一樣 我媽其實有跟我說 他錄到 因為我就會一直修正那個聲音嘛 他有跟我說 他在錄到一直犯淚 然後再一點他真的會哭出來 因為他就覺得真的很難過 也很想念 當然也是覺得這個企劃很利益 來協助我們這些事情 對 所以三個錄音大概就是這樣子來的 很多人想要解開一些人的疑問 對 然後其實我們做這種大企劃 前面要做的前面做也很多 不幫助邀請 訪談 跟方向 再來就是比較實際上的拍攝 灯光橋的腳本等等 所以一支影片看是十幾分鐘 所以我們後面真的 滿多心思跟巧思的人 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很喜歡 因為我不太去找粉絲 或者是不太對外去公開說 我需要什麼樣的人 譬如說這個好 我要打電話給過世的人 我也不好意思說 有誰在家長過世了 願意上節目 我會覺得很 也很 不對 主題吧 就是如果主題是一個符合的 我在看看可不可以 用什麼方式 因為我也很希望有你們的參與 對 相信在看粉絲影片的人 很多是 很忠實的小暖 我們自己有個私人的社團 我可能也會在裡面詢問 因為 我們大家就是很鐵的一群人 如果你們有什麼 覺得可以呈現的想法 也歡迎E-mail給我 或是在下面留言 對 然後再來是 這個日常頻道 我本來定義是還有旅遊 但真的是太少旅遊了 在台灣 在台灣的小旅遊 我當然也有很多週末 但很多時候是跟朋友 他們可能 就是真的想放鬆 不想一直再出鏡頭啊 什麼樣 就變得 我覺得這個頻道 可是有點有點像這樣子 聊天的感覺 但如果有什麼旅遊的時機 適合拍攝的時候 我就會拍攝 或是你們有推薦我去哪裡玩啊 想要看我哪裡去哪裡玩的影片 像我上一半才剛去蘭芋 很多人我會拍片 那這就是真的真的放鬆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了 謝謝你們訂閱這個頻道 然後我今天就是一個很簡單 舒服聊天的地方 希望你們會喜歡 Love you 我們拍影片見 掰掰 那我在這個頻道繼續講 我這個頻道應該會固定個幾天上 讓你們不要用錯誤 不及的感覺 可能三六吧 因為我原本就是一四上原本的頻道 所以生活頻道 我就要排三六 有沒有三六 不定期上面 你們可以期待一下 好不好 開始影片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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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